中国南排今天是迎来了 伦敦奥运回资格赛的倒数第二个对手 委内瑞拉队 欣慰的是小伙子们最终 是以3比1战胜了对手 凭借着6战3胜3腹肌11分的成绩 仍然保留着进军奥运的期望 和委内瑞拉一战 是中国必须拿下3分的比赛 中国队前两局2比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 再次陷入了第三局魔咒 倪传不到位 发球屡屡失误 被对手25比19扳回一局 中国队已经到了不容在世的处境 主帅周建安在场边不断提醒队员 嗓子都喊哑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 所以包括今天我在场上 场边不断地给队员提醒 也是强调这个 我希望队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 你用拦网器拦住他 你才可能掌握主动 本场中国队拦网只得到8分 委内润拉全队性攻得分54比45 超出中国队9分 幸好队员们及时醒悟 再加上对手自身15 中国队才有心无险地拿下第四局 3比1获胜 终于拿到了渴望已久的3分 这样中国队就迎来最后一场 与澳大利亚队的决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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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